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面上你見到美國主要的地方 我們見到圖中所見的富因 剛剛出的原油傳量 六月以來最大跌幅 但大家又沒有看到 但其實美國那邊整體的原油庫存 是連升了幾個星期 因為它除了打風那一陣 停過一輪之後 之後其實慢慢慢慢的 那些富存是在上升的 即美國那個經濟 除非今年真的很冷 否則你的能源價格不便宜 能源價格貴 他們駕車外出 其實會限制他們的用量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深一點 你説什麼駕車的 每加輪好像比去年 貴了一元美金以上 是啊 其實辛苦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們第一 派錢要花的 都花光了 對 影響消費信心 因為現在錢都花光了 那些東西又貴了 那你接下來 你知道消費旺季 來到11月又說 美國那些是錦音節 是錦音節 聖誕節 希望如果我們看這些數字 如果你有兩個大節在那裏 其實那些消費都會有 能源需求有的 天氣冷些的 暫時今年那個價格應該得 哦 今年已經頂得住 頂得住 肯定是可以 在明年的第一季 有機會經常有的油市場 出現供應更多的需求 所以應該未反映這個因素之前 我們年底可以繼續炒 之前我們一直都是軟期的價格 我們都是看軟期其實是便宜的 便宜的就是軟期其實通常 就是backwardation 是的 應該就是你是contangle 它已經是在做低水 但是低水它一路一路炒高 那就變成原本體淡那些都不敢走過去 那你覺得去到什麼位 有沒有一些技術位的? 譬如油價最近 油價全部穿上去的 全部穿上去的 那些講918那些都是沒有什麼譜的 它其實是過了81、82就全部穿上去的 它就應該是飄上去的 但是就看一下 你有沒有人夠膽去沽 因為現在你走過去 那些散戶都是沽 你散戶都是做淡的 那它就一直夾著 可能第一站 第一站85元有些阻力的 你一踢穿85元 可能很快閃一閃上去 88元或者90元 他講紐約旗油 紐約油 是的 紐約油 是的 留意著 很難得 已經85元 喂